再来关系美国总统拜登的文件门事件 持续的延烧 联邦调查局人员一号前往了他在德拉瓦州的 雷河博斯海滩的滨海住所来进行搜查 这是FBI第三次针对拜登的物业进行了搜查 执法部门进行将近四小时的搜索 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机密文件 而拜登的私人律师也强调 这个搜查行动是在总统的权力支持下进行的 另外根据当地的多家媒体报道指出 虽然说探员没有发现机密文件 不过还是带走了一些 疑似像是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 相关的文件跟手写的纸条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